你平时训练得怎么样? 就不怎么样 所以到比赛的时候就很怕 全红蝉亮相颁奖典礼 奖金领到手软 领奖代表与发言代表却另有其人 曾献子体育基金会于8月27号 在北京举行为巴黎奥运会金牌运动员颁奖仪式 多位运动冠军代表 包括马龙、潘展乐、全红蝉、孙颖沙等 身着国家队服、手捧鲜花、面带笑容 共赴颁奖仪式 潘展乐C位 全红蝉妹妹好小一只 真的太可爱了 马龙、圣礼豪依然是站在全红蝉旁 就是感觉全妹还没睡醒 略显疲惫 基金会由曾献子先生生前捐资创立 旨在激励体育界 推动国家体育事业 曾献子 广东梅州人 曾献子曾于1997年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金勋章2015年 或中华慈善奖2018年 或改革先锋称号 颁受改革先锋奖章 并获评为亲力支持国家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2019年 或世界客属第三十届肯亲大会全球客家事业结出贡献奖 本次颁发奖金总额2800万港币 以40枚金牌共70人次 双人就计两人次 花油就计八人次 一体四人就计四人次 以此类推总共70人次 一枚金牌有40万港币左右 曾献子基金会已经累计奖励奥运冠军302人次 总奖金达到了1.28亿港币 拿到两枚奖金的全红蝉 自然是获得双份奖励 而这些都还没算上霍英东体育基金会 给奥运家们的奖励 当然 关于奖金的具体分配 还是要看奖牌的含金量而定 虽然具体每位运动员能分到多少 并未公开透露 但可以想象 这笔巨额奖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与嘉奖 基金会领奖代表 本次曾献子体育基金会的领奖代表 是打破记录的游泳健将潘展乐 以及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女双金牌得主陈陈青 颁奖仪式之后 潘展乐在采访中 寄予香港青少年 希望你们以我为榜样 为国争光 基金会发言代表 夺得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团体 和混双两枚金牌的运动员孙颖莎 当日作为获奖运动员代表 在仪式上发言 他是亚洲代表 乒乓球又是国球 而且从开幕式打到闭幕式 两金一银 他发言大家都没有意见 他在发言中 致敬了曾献子先生的爱国情怀 他说 奥运建而祖国至上 为国争光的赤子之心 和曾献子先生爱党爱国 心系丧持的家国情怀 高度契合 顽强拼搏 自强不息的必胜信念 和曾献子先生不畏艰苦 欲辱于成的创业精神 交相辉映 基金会单独合影 横空出世的跳水小将全红蝉 作为焦点人物 与曾志明父子单独合影留念 再次恭喜获得奖励殊荣的奥运家们 继续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 以使命在奸 奋斗有我的精神 带头拼 加油杆 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 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 港商奖中国队2800万 小财迷樊振东偷笑 全红蝉发猛 攀展乐C位 2800万奖金 有钱真好 我也想拿金牌 小都惊呆地看着曾县子基金会 给中国劲儿们的丰厚奖励 暗自鼓起了当运动员的念头 樊振东偷笑 全红蝉呆萌 看展乐C位出道 热闹的颁奖现场 洋溢着金钱与荣誉的喜悦 可是 在闪闪发光的金牌背后 谁又能看见运动员们 留下的无尽泪水与汗水呢 拼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体育精神又该如何传承 中国竟然一次次在国际赛场上 创造奇迹 赢得满堂彩 但大众对他们辛勤付出 和辛酸背后的故事 却知之甚少 除了天赋和运气 他们靠神妖战上世界之巅 无非是刻苦的训练 坚定的意志 以及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奥运赛场上 几秒钟的较量 往往凝聚着几千个日夜的魔力 从少年时期 开启魔鬼式训练 到职业生涯 面对伤病与困境的煎熬 他们一路咬牙 坚持下来 把最美好的青春 献给了体育事业 正因如此 金牌的分量 才如此厚重珍贵 但是 在商业化运作 日益频繁的当下 金牌背后的纯粹 正在一点点流失 小夕看到 一些运动员 因为奖金问题 对项目产生不满 更有人受利益驱使 频繁转会 让人心寒 究其根源 要能否给予他们 更多的物质保障 和未来出路 这是整个行业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同时 竞技体育过于功利化 也容易陷入短视和急功近利 背离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 这些社会痛点 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过去 运动员靠一腔热血奋斗一生 现在 他们要面对更复杂的社会环境 小夕想 单纯的物质激励 或许提供不了根本答案 归根结底 我们应回到体育的本质 发扬奥林匹克精神 一方面 给予运动员尊重与支持 另一方面 唤起他们心中的理想和责任 把个人荣誉与国家荣誉紧密相连 无论商业大潮如何变换 拼搏不息 为国争光的信念应当永存 金牌的意义 不止于表面的光鲜 更在于背后的心路历程 小凡有金牌梦 全红柴要强大自己 攀展了要做新一代领军人物 这些年轻的面孔 正在用热情和汗水 诠释着中国体育新的希望 期待他们在未来继续发光发热 在世界舞台书写更多传奇 也为后背树立榜样 延续奋斗的脚步 金牌到底值多少钱 它不仅是一份丰厚奖赏 更是一种无价的精神财富 希望社会各界 给予运动员更多理解和呵护 共同营造风轻气震的体育环境 让金牌的光芒不被物欲遮蔽 义乌乌龟厂 制作专属礼物 致谢全红柴 网友 老板太会来世了 全红柴现在走在哪里都是热点 跟他相关的事情都会报上热搜 因为他喜欢小乌龟 直接凭一己之力带火了整个乌龟厂 之前一屋乌龟厂的老板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手机就响起了到账两万元的声音 老板幸福地说 每天这样的声音回响几十声 为了按时交付乌龟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因为订单太大 厂里所有岗位的员工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 去给乌龟点眼睛 还是不够 于是老板又招了八十多个临时工 专门给乌龟点眼睛 就这样 乌龟还是供不应求 产宝带来的顶级流量 成功让老板欠了客户几百万只乌龟 还没有付一分钱的代言费 这不 老板生产出了准备入水 空中钻体 水花消失术等各种新图案 作为感谢产宝的专属礼物 网友们背着通透的果冻色和图案圈粉了 不得不说 这个老板是会做生意的 买了普通乌龟的顾客 看到有这样的新品出来 肯定也想大大小小各种姿势都买一套 现在是全网都在求这款乌龟的链接 就是不知道老板说的 给产宝的专属礼物会不会是独一份 想要的人都买不到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可是一屋 什么一模一样的东西做出来 全网都在赞老板会做生意 是个会感恩 也知道怎么抓住流量的老板 这样有生意头脑的老板就应该他赚钱 不仅40多岁的人想要 60多岁的人也要 这款小乌龟真的是成功地拿捏了所有年龄断人的心 看到这样的小乌龟 你被圈粉了吗 你有没有买产宝的同款乌龟呢 摆成心 我做的小乌龟的脑子 我做的小乌龟 我的脑子